刚才听到国民党委员 既然都已经承认 目前行政院的版本 是设计不大 是有缺失的版本 我们怎么还能让它通过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当的规划 跟设计是比贪污更严重 效率 节能 清明的政治环境 是所有全民共同的目标 在防滩 速滩 反滩 是全民共同的期待 身为有良知的执政党 身有有良知的在野党 民进党 对于马政府的版本 对于这个联政署的一个设立 我们表达非常的遗憾 深刻的遗憾 我们坚定的反对 马政府的版本 所以我们不要三 有三不要 我们不要跌床驾屋的联政署 不要全则不分的联政署 不要工人不张的联政署 何来跌床驾屋 联政署 调查局 监察院 督导的都是公务人员 执行的都是数摊的业务 何来全能不分 全责不分 如何明确的分野 联政署 与调查局的联政署 联政署 我们如果预期的状况 依照现有的版本 执行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 是破大案 争相难攻 如果捅了 疲漏了 是相互的推折 可以说到最后 是摆烂二字来面对全民 所以呢 在这边 何来工人不张 我想马政府 世事都要效法 世事都要学习 这个新加坡 新加坡的所谓的联政署 他在我们 是罔顾我们国内的 目前的法规的限制 公务人员当中的 财产来源不明罪 马政府是只有 做半套 对于涉贪 嫌疑的 公务人员 我们要求他做 财产来源的说明 但对所有的公务人员 如果有财产 异常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 可以来做任何的一个监督的 所以在未来的联政署 真的能够发挥功能吗 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清楚 因为语法无据 无所本 所以在这边 民进党的态度 我们对于 劫人 效率 亲民的政治环境 我们是一贯 民进党的坚持跟主张 所以对于这样子 完全只是空壳子 也未来会被调查局 甚至是监察院架空的 连政署 我们是这样的设计 是坚决的反对的 所以以上的发言 供大家指教 谢谢